李博士 您好 見到廣股之前跌穿萬五 接著傳出一些信息說 中國大陸有兩萬億會舊市買A股 接著股市就新了 不過今天又見到又掉了 跌穿萬了 為什麼呢 博士 是不是投資力都不夠 萬億舊市都不夠 是不是要加大個馬呢 第一 如果你看走勢 連續抽了三天 回一天都不出奇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炒股票 炒股票你就知道 這是常識來的 基本的常識 它第一個裂口補了 其實心理關口已經是 第一個裂口填了 它會回一回 但是整個格局體 由於你這次的低位 是沒有上次那麼低的 萬億稍微穿了 其實比之前的那一萬四千五左右是高的 其實形成了一隻高的一隻 暫時來說 所以那個勢本身就不是那麼差的 而且它現在還沒有正式宣佈所謂的平準基金那些東西 只是靠那個所謂的鋼筋所謂的一萬億 那一萬億是留的 實際上你容許銀行多借一萬億 不等於銀行真的會借多一萬億出去的 所以現在其實純粹就是炒著那個鋼筋 不過你的鋼筋 之前做開它一口 這次一劑就弄兩口出來 那個感覺上就好像舊市的誠意大一點 所以市場的反應也相對好一點 而且你看到港股OA股好 去到它差不多之前那些低位 其實是不是都可能有支持的了 只剩下市場缺乏借口而已 那你現在這麼巧就 除了鋼筋這件事之外 它說了很多東西 現在市場是憧憬著它有很多招會出 那你有這麼多憧憬之下 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借口 去將這些東西夾上去 但是你的理解 我想是純粹是一個技術的反彈 但是這個技術的反彈 其實你以港股來說 彈回 由現在起再彈多一、二千 我不覺得很奇怪 就是一萬六千七左右 其實就有一個阻力 但是你一破到 其實上面可以看一萬八 所以短期來說就不用這麼淡了 就是你就算對回去也好 它可能都是萬五上下的那些位置是打底的 講回有評論就講 或者和基本法 你二十三條要納是有關係的 李家超就說有進法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市場不是看這些的 二十三條你這個一早就知道的了 它也都講了很久 如果在這個市場上已經講了 二十三條講了這麼多年 或者這麼多個月 你這個消息一定已經在這個市價上消化了 沒有可能現在做立法校 這個說法我不同意 其實十年前 中共政府都試過四萬億舊市 這次雖然說一萬億 兩萬億 降準 你覺得它的舊市的力度會不會加碼? 降準那個不是真的一萬億 它是車的嘛 如果你降準一半 又一萬億 你降多幾厘就幾萬億 十幾萬億 二十萬億 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要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那個降準那個穩笨 根本不可能有一萬億出來 你實際上就看看它現在吹那個所謂的平準基金 它怎麼寫那兩萬億回來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方法 它可能夾那些富豪 夾外面那些去回來入市 或者可以 但我不知道它真的拿到幾億回來 因為你現在你究竟那些錢走出去 有幾乖乖回來 這個很誠疑問 那你叫外面那些國企 變賣出去的資產 外面的資產其實不太流通 彭博立即和你計算了 就是你外面那些資產不流通的時候 可能是一些礦 可能是基建 你怎麼賣呢? 你賣不到 拿不到現金回來 實際上它現在吹出來 可能是試水溫 試一下市場怎麼反應 結果出來 其實如果你真的 譬如你可以說有兩萬億 分開十年拿回來 那你就浪費了 實際上其實你現在看不到怎樣 可以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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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聽他們說這些車大炮 說得太多 但是 又是那句了 你扔到這些位置 你的A股都2700 港股就24000 了 你扔到這些位置 其實你舉凡有任何消息 你夾一夾 或者衝起一下 其實都很容易彈上去 那你說回人民銀行 又說了2月5日之前 就降準 連點5個百分點 就是市場會釋放1萬億 其實這個又是 怎麼說大陸政府這一招 究竟想做什麼呢 降準 我想就是不想做事 因為如果你真的 貨幣政策正式做就要減息的 你始終借出去的錢 成本便宜了才有吸引力的 你現在你降準也好 實際上你借出去的錢沒有便宜 你之前給付多少厘 現在就付多少厘去借 所以其實實際上對借貸的作用就沒有什麼幫助的 還有現在它債務正在爆煲 你是很難去谷借貸的 就算你看看之前日本 美國 它爆煲的時候 它出到零息 梁寬的作用都不是馬上見到的 甚至很長時間都回不來的 所以現在那個槓桿那裡都是在縮水 在去槓桿的時候 做什麼都捕不起來的 那你純粹只是市跌得太多 你有個消息給市場 純粹是消息的效應去夾一夾一些東西 所以實際上是沒有用的 做什麼都 你剛剛說得對 它都說 就是資小資龍的貸款 那個利落 什麼資史資龍 支持小元的商人銀行 農商銀行那些 它都說要2厘港幣1.5厘再現利落 那這些大陸政府它這些政策 你都說整天都粗幾十條幾十條 大家都數不清 它現在究竟它有沒有效的 它做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人民幣那些 它都沒有誠意做 它都沒有誠意做 你有誠意做 就是全方位這樣做 拖著拖著拖著 其實舊市傳了很久了 已經傳了很多個月了 那你拖到現在 你只講了半厘 其實就沒有誠意做了 有誠意做就不是這樣做了 沒有誠意做 是不是大家講的 沒有錢 第一就是真的沒有 錢你可以印 但是如果你印的話 你救了股市 死了人民幣 只會搞不好 第二就是它是不是很大的動機去救我 我都有點懷疑 因為它現在還是處於來鬥過程 自在鬥死所有資本家 鬥死所有富豪 你這個過程裡面 要救市 救回他們 之前鬥他們的白鬥 白組 是不是 鬥死所有資本家 講真是毀滅市場了 毀滅這個市場 我講過很多次 它現在很明顯毀滅市場 你看到它很害怕那些資本家 它覺得逢是身邊的人有錢 就想威脅它 最好所有人 全部都是窮 窮到北韓就對了 其實現在它的目的就是要回到那個位置 這就是全差的訊息 你講的資本家 好像是蔡沈昆的一個訊息報導 就說之前曾經李嘉誠在北京等了 習近平兩個禮拜 想當地見他 接著習近平就不見了 接著李嘉誠回來才開始將撤資大陸 這個小道還是報導了出來的? 這個是有報導的 有文章報導的 這個信息你怎麼看呢? 李嘉誠撤資一 或者是習近平不見了 因為他是資本家 習近平不見了資本家 這個延伸 我真的沒有證實 你這個是真偽 因為我不知道你在哪裡看回來 但是我看的報紙我就看不到這個報導 我懷疑這個小道消息 你說他去好不好去 但是其實李嘉誠走錢 這個也不是今天說的了 說了很久了 他不斷搬錢走的時候 心都不在 其實見都沒有什麼好談 就算他真的去到真的不見他 那樣東西